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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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现在呢 爱在四月天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起发光的弟兄姐妹 正在花莲 因为已经安排好的 也会为这一次在公安事故当中 遭受苦难的人 为他们集体代导 那我跟一名联络上 他说他在这个爱在四月天 今天的敬拜晚会办完之后 他们就会在当地 结合当地的资源 然后唤起所有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加入这一次的救灾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特别提醒政府的是 公安事故的救灾 不是只有当下 他可能衍生的是 三个月一年 三年五年之后 这些家属 在身心灵上面的创伤 都需要这个社会 更多的投入 而整个社会当中 拥有最多资源 可以喊东风就东风 借北风就借北风的 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所卸责 我也说觉得 很多事情是政府该做的 结果呢 政府不做 让民间来做 当然民间投入是好的 可是我们找了这个政府 投票给他 纳税给他的目的 不就是希望他能够替大家做点事吗 如果他把这些事情又推给 或者是让民间团体来做 这不就本末导致了吗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两个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我们在英国部分的官司 在英国部分的官司 现在在行政法院 很有趣 行政法院将在未来的一个月 月末是15天到一个月之间 她将要同时收到 在海外 透过行政法院 要探寻蔡同学 神秘的博士之旅的 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呢 都是美国人 这三个人都是跟台湾关系很匿切 关心台湾的美国人 我们就姑且把他叫做A B C 那A B呢 我都已经了解了他们现在的状况 C呢 现在正在回复我当中 这三个A B C 简单的讲就是说 A B C 三位 这个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吧 应该这样讲 这个A呢就是Michael Richardson Michael Richardson Michael Richardson 只不过就是要问一个 整个Viva口试的External Examiner是谁 就这么简单 问一个外部委员是谁 问一个内部委员是谁 结果问两个名字 给他拖了10天 原本是26号要给 就拖了个8天 8天之后又拖了两天 所以这件事情本来是16号要给 拖到24号又变成26号下午5点 真的拖了10天 以为他会有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答案 结果搞了半天 还是Privacy 主要就是Privacy 还东呛了一下Tribunal Court 西呛了一下Michael Richardson 这就是ICO到目前为止的态度 所以我说ICO已经吃了衬托铁了心 决定要护航 那我问一些了解英国的人 他说可能在这些高层当中有人被收买 这是不用 就是这不无疑问 你知道我们这个政府很有钱 他们要收买 有时候不用大拉拉的直接给现金 因为这个在英国 他们说英国其实中产阶级都比较穷 英国真的有钱人其实不多 而且财富非常集中 所以他如果要收买一些公务人员 其实不是想象中这么难 英国的政治也不是让我们觉得西方政治就很 就很清廉 英国其实是一个没落的贵族 那有很多方法 比方说他的这一个人 他可能背后有一些其他的基金会 或者有其他的产业 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 很多的这个裙带关系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Mr.Aza 这个Aza 部长 美国的卫生部长 莫名其妙跑到台湾来 塞了个莱猪 后来发现什么 他其实是某一个大厂 某一个大厂生产萊剂的大厂的员工 高阶员工 你看 现在下台了以后 他又回到那个药厂去了 他来台湾这么一趟 勒索了一下台湾 就让台湾硬生生的吞下了萊猪 这个账 共和党的民主党未必领勤嘛 所以我说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很笨 也就是觉得真的是笨 笨到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 怎么办呢 我们社会上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需要挑几个笨蛋出来带领这个国家 我们实在是图乎富富啊 好 英国的部分 那另外一位呢 这个我们就叫他B先生好了 Mr.B Mr.B呢 他要东西更简单 不牵涉到任何的个人 也不牵涉到任何的人名 他只要得到一个yes or no的答案 结果给他12页的paper 还是一样满纸荒唐也 一把心酸泪 不知所云的给了他12页 所以现在看起来Mr.C呢 要拿的东西 不过不外乎就是隐私 他现在是用整个隐私在包装 问题是Mr.B的这个答案 我就跟Mr.B讲 我说 你根本不用跟他谈细节 你就跟他讲说 我只问你yes or no 你跟我讲那么多干嘛 我跟他问你yes or no a or b 结果你给我写了洋洋洒洒 把我没问的问题 把我没说过的话 全塞到我嘴巴里 那这个就障眼法嘛 很简单嘛 我只要两个人的姓名 两个人的姓名呢 顶多10个到20个英文字母 结果呢 你给我写了洋洋洒洒的9页 至少有个 七八千字 再来 我很简单的问你 这样的一个situation 是A还是B 是yes or no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也可以塞给我12页报告 然后不知所云的写了一大堆东西 可见什么 就没有嘛 就我讲的 你要一个论文 要一个学位 搞了两年 上讲到天文 下讲到地理 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论文 没有证书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 Mr.C呢 也是一样 再给你鬼扯一堆 看看会不会超过12页 最后告诉你说 基于privacy 我们支持英国伦敦大学不揭露 最后就要让英国的行政法院来裁判了 英国行政法院的裁判 现在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 你知道黄伟也为什么急着把我给起诉吗 因为他们要把起诉的结果 传到英国的行政法院告诉他说 在台湾有个胡说八道 这个的人叫做街头艺人 他已经被我们起诉了 我们已经认定 他是有罪的 所以这事情也就不必 你们就不用再搞了 可是你别搞错 这是个两面认 我们的律师 我们的人也会告诉英国的tribunal corps 或者说另外两个一个台湾的一个美国的追查 甚至亲自到英国去做田野调查的人 他们无罪咯 他们不起诉咯 不起诉代表什么 可以随你讲 不起诉可以代表他们说的是对的 他们的合理怀疑是接近事实的 所以这个猪班队友把我起诉 其实是两面认 跟英国的tribunal corps 我们也可以去跟他说 另外两个人因为查证详细 所查证50页报告 几乎都是属实的 95% 今天你再回头看林环强教授的报告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错的 真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样东西都有证据 这就是学术人 我也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 我在节目中说的东西我都有评有趣 在过去两年中 我认真的讲我几乎没有在论文门的调查上失守过 如果有的话大家打脸我 我在节目当中我断言的事情几乎没有一样 到后来被认定是不对的 所以黄卫写的东西 你真的不知道他这种东西 要怎么拿到台北地方法院跟我跟我辩论 那个代表地检署代表国家的公诉检察官 我告诉你谁当谁倒霉 在法庭上会不会有垫到脑袋上榴莲 满头包 还长脚 不是我们厉害 也不是我们态度高傲 而是我们本于事实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事实 今天我们到了英国伦敦 做了这么多的调查 黄伟检察官说我们未经查证 我要问黄伟 我请问你 你有像我一样 亲自跑到伦敦 在那待了五天 花了这么多钱 去那里一样一样调查吗 黄伟你有吗 你没有 我去了 你说我未经查证 那么天底下没比更好笑的笑话 好我们等一下进段广告之后 我们回来看看 另外我们的一个话题是 在台湾的部分 一个是在英国的部分 一个在台湾的部分 所以在英国的Tribunal Court 在未来的15天到一个月之间 会有比较进一步的裁判 这个裁判 我觉得最后就两个结果 一个认同伦敦大学说 跟ICO说这个是隐私 所以把这三个人打回票 那会怎么办呢 没关系 打回票以后 前铺后继 打回票有很多理由 其中 ICO在这里面铺了一个小梗 他有一点质疑 Michael Richardson 跟ABC三位先生说 这件事与你何干呢 这个个人的相关的事情 为什么要在公共领域上讨论 有点这样透露的味道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就要谢谢黄伟检察官起诉我了 那接下来既然ABC都可以 我D先生可不可以 我是D啦 可以吗 D先生可以 可以去Tribunal Court告官吗 那你还能问我说 这是与我何干吗 我就被告了 我要来找证据 这样不可以吗 所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你要怎么用什么理由 Privacy 当事人的国籍不适格 当事人没有明确的理由 这些东西 每个都会被破解 顶多只是说 让我们诉讼之路走得比较长 可是没有关系 守得云开见月明 你只要守得够久 云就会开 月亮你就会看到 所以这每一件事情 我们只要忍耐等待 终必得救 这段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看 在台湾 跟在美国 在英国 这三个地方 目前官司进展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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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因为台北地检署的 皇位检察官起诉我 所以接下来我在法庭的时候 很多网友给了我很多意见 包括很多法律专家 也谢谢 因为我这个起诉的结果 我就可以在台北地方法院 跟公诉的检察官 在阳光之下 在公开审判的法庭 大家把证据拿来对垒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有一些法律律师的专家 写了一封信给我 他说 彭文正被起诉是光荣 可以在法院依照 93台上6578号的判例 对法院有拘束力 申请传唤蔡英文道庭作证 及接受两造 还有检察官跟被告的交互责问 他说这个交互结问包括什么 他说只要是被害人就有道庭拒绝作证的义务 任何人都不能够免除 没有想到他说如果没有把这个诉讼的程序没有做的话 那就是不合法 这让我想到那证人你就不能做伪证了 不过因为到了法院之后 这个原告 原告就是国家了 等于是我在跟国家的检察官 国家的公权力 国家的机器 在法庭上面对垒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证据摊在阳光下 我觉得贺德文老师讲这个黄伟讲的最好玩 他说他这个 他用了这个什么 无知 他说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啊 这个检察底下他用无知无耻无能吧 这些字眼来形容 我觉得倒是很贴切的一个是说 他说一个检察官怎么会用1450的语言 这里面讲到几件事情 他说第一个我未尽查证之义务 这个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可能黄伟检察官 他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未尽查证的义务 这个话讲在他身上是比较适合 我呢 在2019年的10月 16 17 18 19 15 16 17 18 19 5天 我们整个团队呢 三个人 一个两个摄影 还有跟我三个人呢 我们就到了英国伦敦大学 而且我们还在英国 最贵的Savoy Hotel开了一个记者会 因为我们觉得呢 在英国开记者会是这样 如果你的开记者会的场地够吓人的话 记者会比较认真 会觉得你是当真 可是刚好我们去的时间不太对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英国在脱欧的投票的时间 所以大部分的记者都在忙 可是事实上呢 我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也不是因为当时的时机不对 今天你来看看 如果我们在起诉之前 全台湾自己的总统的事情 我们的媒体呢 在关心这件事情大概就一两个 大概只有一两个 只有到最近大概两个月才开始变多了 现在大概还有五六个媒体 在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不要怪当时在英国的记者会 为什么英国记者不来 为什么国外记者对这件事情都在观望 因为大家都不想放第一枪 都不想惹这个属于国际间之间的一个 外交上的蜂窝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国际间总有一些记者 他们是不属于机构的 或者是不属于特别的政治权力核心范围的 这些人 他们还是会有机会来追准的新闻 所以我说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 台湾会有一些大新闻在国际间 论文们会引爆 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高 好我就要在接下来 我就要这一段特别是给皇位检察官员 也是给一些宇宙政经学院同学 中间有漏掉课的 或者是最近才补上的 因为我看很多人的留言 他们一开始就觉得我开笑 等到我坚持了两年之后 慢慢大家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蹊跷 然后才慢慢去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中间很多东西漏掉 就针对黄伟说我没有查证 我2019年的6月 10月16、17、18、19这几天 17、18、19、20这几天 我在伦敦 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在伦敦 而且不但在那里 我还找到了非常有利的证据 已经播过几次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同学没有看到 这段播给皇位检察官 可以贴到台北地检署给他们看 到时候都是我们在庭上的证据 就是我亲自到了英国的IA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这叫做英国的高点法律研究院 这个是英国伦敦大学跟伦敦大学 其外的其他所有英国的学校的 法律相关论文都会在这里留一本 简单说一个人在英国拿学位 如果你是法学博士的话 你在你的母校的图书馆一定会有一份 所以理论上 蔡同学在Sanning House Library 一定找得到她的论文 同时因为她是法律系的论文 所以她的论文 全英国法律系的论文都应该存在 IALS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就是英国的高等法律研究院的图书馆 会存有一份 所以我特地跑到了英国伦敦的IALS 还有Sanning House Library的两个地方 去找这本论文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在IALS 我在那里耗了大概两个小时 去找出这本论文 然后当然不存在 然后找了蔡同学的同学 1984年毕业的同学 法律系毕业的同学 她的论文 我仔细的来做个比对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我跟英国的高等法律研究院的图书馆的馆员 清清楚楚的对话 那里面那个男生的声音就是我 那个女生的声音就是英国的高等法律研究院 这个图书馆的馆员 我们一起来找蔡同学的论文 所以这就是了名字的标题 这就是我们的名字标题 这是我们的名字标题 这是我们的名字标题 我可以找到名字标题 我可以找到名字标题 如果你想我找到名字标题 是的 TSAI 最后名字标题 最后名字标题 是1984 let's try first name last and last name first let's try in when yes and no we don't need a comment we do the catalog needs a comment that's how we separate the two bits okay but her last name is TSAI yes this is our index of last names and this is where TSAI would be okay so so her last name is TSAI yes her last name is TSAI so we've searched for TSAI and this is what it took us into but if we search for the name the other way around okay I got it so this is the index of names beginning with ing mm-hmm so the result shows no we don't have that one I can try keyword search which is a bit more flexible probably the title unfair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in and safeguard actions and their trade practices we we miss a word here yes what's it doing oh it's thinking it hasn't found anything it's got a lot of similar things but not okay not all the words that we've got let's see here there's no results found mm-hmm so it's trying unfair or trade or practices okay okay it looks like we don't have that one I'm afraid there must be a lot of unfair things yeah it looks like we don't have that one unfortunately is it a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sis uh LSEs yeah it should be 1984 so um is it possible missing or or um just maybe we never received it I don't know if it was missing if we had received it it would be on the catalogue but it would say missing oh um but if it's just not there suggests that we never received it okay so here is IARS library right yeah so this is it possible there somewhere in different catalogue of a IARS no this is we only have one catalogue okay so the answer is no no sorry 我不死心我又到了Sandy House library因為Sandy House library等於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 那我還在總圖書館的外面當時的天氣滿冷的大概10度上下啊就是那個蔡同學穿短袖的那個地方後來證明對不起喔那是Boston那是Boston的夏天所以我又到了Sandy House library跟Library的這個Librarian跟他的圖書館員也有了這麼一段的對話 中文明顯的可以看到蔡同學的同學 Money La Vega Jose Enrique他的論文電子檔還QR code 雖然他說紙本呢Sandy House library現在沒有必須到LSE 不過裡面清清楚楚的寫得很清楚1984年LSE law 可是蔡同學的連目錄都找不到 可是蔡同學的連目錄都找不到 Thank you No worries Excuse me I don't know that it might it might have happened I don't know exactly like all possible scenarios Okay I try to find it at ILS There is no When is it? 1984 1984 I'm assuming if it has been lost or somehow not archived Okay but both places and the main library of LSE The three places doesn't I mean no form no I really have no idea No idea I never I never heard of such a situation So I never heard of that I mean if you want I don't know what we can do If it doesn't come up There's nothing we can actually do Okay all right thanks Sorry for that 當然這個圖書館員到最後說 我問他這個有沒有可能搞丟 他說Well Everything is possible Possible 他的意思是說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問題是 這本論文至少在三個地方要有 一個就是英國倫敦大學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一個就是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這兩個地方是你確定要有 第三個地方我不確定 因為我沒有到訪 而我去的地方是 想要去琵琶那本 This is a note 所以我也到了 Women's Library 但我在Women's Library被打槍 因為我不能進去 他說這個要事先申請 那我還找了一個當地的學生 幫我進去看 結果這個當地的學生 要進Women's Library 去借這本 This is a note 結果借不到 他說 有一個很好笑的理由 他說你要借這本書 借這本論文 你要叫你的指導教授或老師寫一個證明 證明你為什麼要看蔡同學的這本書 然後我們才可以決定要不要給你看 連英國倫敦大學的學生 我們拜託他進去看 他說沒辦法 他說我去申請 他們說 叫我們要拿一張指導教授 或者是老師的一封推薦信 然後他們才會決定要不要跟我看 好 那我再回到剛才講的 我到了Sandy House Library的時候 我到這個Library的門口 我還做了一個Stand 我要證明說一個書 在三個地方都消失的機會有多大 來我們看看現場 同學們大家好 老師戶外教學 今天呢我又來到了 昨天來過的一個地方 就是Universal London的Sandy House Library Sandy House Library你看你花我了一個下午 又到IARS 兩邊圖書館員都說沒有就是沒有 好那來這個地方呢 又看電腦系統 昨天各位看了也是沒有 可是你同學Jose Molina Vega Enrique 它就是有 我仔細的檢查這棟建築物 看不出來有火燒的痕跡 IARS也是一樣 我看不出來有任何可能是兩個地方都著火 然後同時把你的檔案全給燒掉了 所以至今仍是個謎啦 我這段時間不夠 不然我去找福爾摩斯紀念館 看看能不能關洛英請福爾摩斯顯靈 給綜藝咖一點點的這個線索 我在現場呢做了一個Stand 開了一個玩笑之後 我還走進了Sandy House Library 跟這個圖書館員對話 這樣子還叫做沒有查證嗎 我手上還掌握一些 比較秘密的現場訪談的東西 但是我都已經做成這樣的查證 全台灣林環牆教授看了這本 This is a note 還有幾個人到過那個地方 這個世界上全世界有哪一個人跟我一樣 到了英國的Sandy House Library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還有Women's Library 去做了兩段圖書館員的很清楚的訪談 全世界沒有第二個人為了論文門去做這樣的訪談 台北地獎署說我未進查證的義務 好我們再來看看 我不但進了查證的義務 而且呢 我還去找了施呼嚨的辦公室 我想去看一看什麼叫做台灣 Research Program 這麼神秘 可以接受將近3000萬台幣 2007年100萬美金的捐贈 還可以神秘到指定個人 更神秘的是捐贈者的名字是匿名的 所以我決定要去看看 這個了不起的台灣 Research Program 到底如何為台灣爭光 進段廣告之後我們來看看 我找到了嗎 但就拿我的手握手 因為你不放在一起 可是我相信你 這麼有一個個喜愛 我們會記得 我們可以做好合約 'Cause I believe in you Whoa-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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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Whoa-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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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to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Whoa-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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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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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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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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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 在海外有很多朋友陸續加入論文門的調查行列 在世界日報有一個非常有才的漫畫家大君 他不斷的推陳出新 一日一漫畫 在討論論文門 海外跟大君比恆心 看我們兩個 誰撐得比較久 不過畫漫畫真的不容易 來我們來個全畫面 來看看大君的漫畫 這個漫畫在右邊是一個Sanning House Library 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 叫Sanning House Library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人說 說這個應該是圖書館員 他的論文是被狗吃掉了 然後左下角就看到了一個怪物 在吃獅子 中間有一隻狗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面熟 這隻狗就是Picot 還有一個十字架 有沒有看到胸前 他就說這什麼怪物狗給吃了呢 擋在Sanning House Library的面前 所以大君的漫畫非常的傳神 一共也不過一二十個字 把整個漫畫的精髓 把整個論文門的諷刺的是淋漓盡致 非常謝謝大君 好我們再來看看 我剛才提到 我不但到了Sanning House Library 到了IALS 去做實地訪談 你知道我也申請了 其實我那一趟 我還到了很多地方 我還找了當地的學生 找了當地的學生報 然後我還開了記者會 我到現場去做訪談 我為什麼不去找圖書館館長這些人 我怕這些人心有芥蒂 所以我就直接進到圖書館去找館員 我到IALS的時候還面臨了一個插曲 這個IALS 因為是英國所有大學的法律相關論文都要存在這裡 你說你在英國倫敦大學或者英在英國的其他大學畢業 法律系的不管碩博士 你們的論文一定會在IALS 沒有一本例外 結果 我進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還不是誰要進去就可以進去 我進去的時候門口呢 申請證的時候 他還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進到IALS Library 我說我是學術界的人 他說好 他說我們只開放給 英國倫敦大學或英國大學的有學生證或教師證的人 如果是對以外的人的話 那我們就要查驗一下他是不是學術相關的人 我說我在台灣大學現在還是兼任教授 他說Show me the website 有趣喔 你在台灣的話可能說 你看看你的什麼服務證或名片 結果他說Show me the website 我就還好 我就點到台大生傳系 然後給他看 然後說這個就是我 他看了半天 因為生傳系抓了一張我 去幫蔡同學當國宴 2016年的時候國宴晚會主持人的那個 穿著玩禮服的 宴尾服的那個畫面的照片 所以看起來超級男神 那看看我 那麼眼前這個糟老頭 你怎麼會是這個人呢 你看看看看 我就跟他講 是那麼小時候 看一看 嗯好 就讓我進去啦 所以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到 IALS 我到了 IALS 以後呢才進去 找了圖書館員 問他借這本書 蔡同學的論文 他帶著我一步一步的 search 得到最後的答案 剛剛大家都聽到了嗎 never received 跟 missing 是不一樣的 missing 你會留下 metadata 就你會留下記錄 但是書不見了 你會有入管紀錄 借約紀錄 還有這個保存紀錄 那不見了 會在某個時間點不見了 但是never received 是說他連個資料都沒有 沒有入管紀錄 沒有建黨 沒有人借約 那個叫做 never received 所以講得很清楚啦 今天不管是英國倫敦大學要掰 被狗吃掉也好 裝潢遺失也好 你拿給我看看你的入管紀錄 對不對 除了入管紀錄之外 任何一本書 在圖書館 在libarian 的分類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要做 不是只有一本書 也不是掉了就算了 還要經過報備 而且還要去認證 比方說是遺失 還要去追幾個月之後 要做什麼處置 比方說再去跟當事人要一本 或者是去其他的館調回來 重新的印 他都有他的SOPM 而且 很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說 在英國任何一個人圖書的 這個 dissertation theesis 英國叫thesis 他都要在Sandy House Library有一份 各位還記得嗎 當你的external examiner 考完試的時候 要把你的評語分數 連同你的論文寄一份到Sandy House Library Sandy House Library要收下 才會make a copy轉給IALS 所以Sandy House Library一定要有 才可能 我去現場做了一個訪談 我在節目當中這些年來我一直沒有提 其實還有好幾個地方一定會有 蔡同學的論文 copy 如果他真的有的話 第一個 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系的系統 一定要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跟法律系要資料 他都說 We hold no records 他已經告訴你 他說我們沒有資料 我們沒有 講得很白了 只差他們跟你講說這個人是騙子 他沒說這一句 一而再再而三跟法律系調 法律系就說We hold no record 沒有 除了法律系之外 指導教授 一定會有一份 所以按照蔡同學講的 那就是Michael Elliott 可是拍謝Michael Elliott 真的不是他的指導教授 所以蔡同學掰的這種東西 將來在法庭上他會錯誤擺出 露這個破綻擺出漏洞擺出 走不走不去啦 走不去啦 走不去啦 跑不掉啦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能講 我手上還有一個秘密 他已經有一個小型的武器 一個正常的人 在英國 倫敦政經學院 或者倫敦大學畢業 除了Sandy House Library IALS 一定要有他的圖書 的論文之外 系上圖書館一定會有他的論文 他的指導教授一定會有他的論文 你說指導教授掛了 所以家裡面搬家是燒掉了 那我也沒意見 還有一個地方 一定要有她的論文 這是哪裡呢 等到我們在英國法院的時候 我們再來就近調閱 暫時先保密 所以蔡同學 你應該要有的地方 至少有四個地方 要有你的論文 那 就算你的指導教授家沒有好了 因為她過世了 她的遺孫這個Emma Elliot 她可以說我已經 把她的一些遺物燒掉了 或者怎麼處理掉了 這個我沒意見 但圖書館不會隨便處理掉 人家的一本論文 所以Sanity House應該要有 IAL是要有 現在兩個都沒有 那另外還有兩個地方要有 一個就是 法律系的圖書館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神秘的地方 那我就暫且不講了 好 我們為了要去追查 這個Taiwan Research Program 這個神秘的屍呼嚨的辦公室 當然我們知道她在2015年以後 她就離開了LSE 可能任務達成了吧 或者是任務沒有達成 因為這個論文塞不進去 被炒魷魚了 被老闆炒魷魚了 但是我們總體知道說 當時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關 因為你有的話 你就會在你的這個Directory當中 你會找到 只是人家會跟你講說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了 或者這個地方已經裁病了 所以我 again 我單刀直入的到英國倫敦大學的政經學院的收發 就是他們的類似警衛收發的地方 一個Information Desk 我去問這位老兄 那跟這位老兄的對話 那麼我們當天去的三位 我們另外一位跟他聊天 那我就在旁邊錄 來我們來看看這位老兄告訴我們 Taiwan Research Program在哪裡 Taiwan Research Program Taiwan Research Program Taiwan Research Program 對嗎 不是,他們只說他們有一個辦公室 這不是一個辦公室 這不是一個辦公室的辦公室 對,是一個辦公室的辦公室 對,是一個辦公室 對,是一個辦公室的辦公室 但是大家有聽到這個公室的辦公室 在洛西嗎 沒有 沒有 2 hours later So where are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LXE to look for Yeah you are the first one for 10 years It's not right Okay Let's start Yes man reception mark is speaking Yes No nothing just like you found out in the website They also found out in the websit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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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 will tell them because themselves as well They found out in the website And they just add the address out on the street And that's all Yeah Yeah that I will tell them Okay Okay thank you Yeah nothing as we don't We don't think we have got Taiwan department Yeah Because it's just in the website But nothing else 答案很清楚嘛 就沒有這個地方啊 而且這裡沒有一個小小插曲啊 因為這個老兄拿起電話來一直問 他到處打 問說台灣research program 台灣research program 到處問 結果呢 我們問完之後 他說沒有 我們就離開了 但是我們在門口 我在這個 information desk 在整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總收發的地方 門房啦 總機門房之類的 在那邊拍了一些畫面 然後在那邊做了一些stem 我們突然發現呢 有一個大概亞洲人 看起來像台灣的人 的中年婦女 跑到了這個information desk 跟這個老兄呢 交頭接耳了一陣子之後 他一直往外看我們 那我就不知道 他就一直用很好奇的眼光盯著我們 一直看 我不知道 可能是他在通報說 有人要在找台灣research program的時候 有一個我不知道的人 這是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 國安局的嗎 我也不知道 跑出來 東張西望的想打探一下 是什麼人 在詢問 有關台灣research program的消息 講到這個 老同學都知道 我在Savoy Hotel 我們在那邊開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會開始 之前幾分鐘 撞進了兩個年輕人 身高大概在170公分 不會超過 個兒不高 年紀大概在40歲以內 跑進來說 我一看他慌慌張張 一進來就東看西看 那我就跟他講說 請問您是哪個報社的 我就是 他就 沒有沒有 我們是進來看一看 想要旁聽 我心想 如果你不是媒體人 那 你怎麼會這麼快 如果你不是媒體 你怎麼這麼快知道我們在這裡呢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抱歉我們今天只是個記者會 所以 不開放給一般民眾的旁聽 他就 好好好 然後就東看西看之後 就轉身就走了 所以 當天我們不但 親自的查訪了各個圖書館 還做了各種的訪談 我們還 這個看一看台灣的國安人員 在海外 是不是有在打瞌睡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黃偉檢察官 我們去過的地方 你去了嗎 你查證了嗎 你都沒查證 你還說我沒查證 你還說我未盡查證之義務 我們這一趟下去 至少花了50萬台幣 我們三個人的飛機票 再加上 當我收到Savoy Hotel的一天 一天一夜的 賬單的時候 我嚇傻了 8000多塊歐元 整合台幣大概30 將近40萬 8000多塊歐元 我真的 嚇傻了 因為我們當天租了 他的一個場地 而且他還問我說需不需要security 我就隨手說好啊 因為 我擔心當天 會有什麼鬧場 我不知道 我還擔心國安局會不會還派什麼槍手來 所以我就說OK 然後 要不coffee 我說好 要不查點 我說OK 結果我們幾個人吃得好飽 但是我們拿到帳單的時候 傻眼了 將近40萬台幣 所以 30幾萬了 因為我們當天要開記者會 說我們前天晚上住在Savoy Hotel 結果 那個帳單一拿到 哇 臉都綠了 那如果按照這個黃偉檢察官的邏輯啊 我做了這個節目是為了生計 我還追論文門是為了生計的話 我需要自掏腰包 這樣子連機票一趟 花了快50萬台幣 去探尋論文門嗎 我為了生計我需要這樣幹嗎 所以我說 到頭來啊 我們這官司打贏了之後 我啊 會對黃偉這樣的人喔 我其實我可以回頭告他 可以告的問題還挺多的 我會叫蔡同學啊 替我們附這一些 調查我還申請國賠啊 這些事情根本就是應該政府啊 國安局到現場去應該去查蔡同學的論文啊 不是去查查蔡同學論文的人啊 而且我們根本沒有公權力 不干我的事 還要我花將近50萬台幣一趟 跑到英國去去查案子 然後回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未盡查證之義務 做這個節目追論文門是為了生計 所以這個笑話也未免到太大了 好這段廣告 我們要來探討一下 黃偉呢不斷的說啊 因為有看到這本論文 來證明這是一本論文 所以證明這個確實 彭P等人說的是不存在的 是污衊 那今天呢 林環牆教授獨立報告 又透露一個秘心 就是他去看這個論文的經過 信託廣告馬上回來 字幕提供了 和按摩 在廣告馬上 按摩 協定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I'm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to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oh, o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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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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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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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Yes I believe in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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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門了 關門了政經 黃偉的起訴書 還有不起訴書 到現在還沒收到 理論上應該是這個假期完了 應該會收到 但是聽說現在還在自爭俱拙 拿不出來 因為記者透露的這些東西 一透露之後 徹底的被這個輿論打臉 造成了一個空前的笑話 那這裡面有幾個東西 剛才我說過 第一個說我這個未盡查證之義務 有幾個媒體人 不要講媒體人啦 國安單位啦 要追匪諜都不一定有我這樣的精神 自掏腰包跑到英國去 上窮必落下黃泉的這樣子搜了一遍 只要我能去的我全去了 我跟英國的倫敦政經學院的院長 不是沒有約他不理我 理都不理我 所以我能夠去做訪問的 能夠去問的 拿出我在這個媒體很多年的這個經驗 我可以去賭的 我全賭了 去賭麥的 我所有的該問的我都問了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論點 就是說那因為看到這些文件 什麼十六項鐵證 這十六項鐵證 全部都是總統府記者會 總統府單方面放出來的 所謂的證據 就被卓玉璇法官打臉啦 他說拿出正本也很困難嗎 所以卓玉璇其實是一個 就事論事的法官 他問的每件事情都是老百姓的語言啊 對不對 你拿這些銀本就要讓我相信 你拿出正本來很困難嗎 結果沒有多久就回家御嬰了 那這個御嬰後來呢 換了一個新法官叫蔡雨璇 這個背後還真懸啊 改天我們再來慢慢談 這個法官呢 有奇門遁甲術 不過沒有關係 你要怎麼弄都可以 我們只要是公開的法庭 我們就到法庭上好好的講一講 我看你怎麼 你怎麼把黑的說成白的 好 另外呢這北檢的起訴書我還沒看到 但是從媒體透露出來 另外一個還有很大的例證 除了那16項鐵證 所謂的魔術之外 他就說有論文啊 教育部也說這就是論文啊 國土也收啦 好 林環牆教授的獨立觀察報告實在看不下去了 因為他是 全宇宙 第一個 皮膚看到蔡同學論文的人 第二個呢應該是徐永泰教授 徐永泰博士 這個第三位呢 劉仲宇博士到了現場 經過幾度爭執 他們這個那個這個那個 結果他就圓坑一面 理論上 我是沒有看到 因為我進了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Women's Library 他不讓我進 因為我進去的時候 我去的是10月中 那個時候他們應該已經保經騷擾 已經很多人要來看了 所以他在那陣子呢 就把他給 停掉了 所以我們的皮膚團本來要成立 後來一直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要不到 我們申請不到 可以看的證件 所以我就想說我當天去申請 親自去那邊賭看看 他不讓我進去 所以我剛剛講的 我找了一個英國倫敦大學的學生 這個 學校學生進去圖書館 應該很合理吧 結果問題來了 他說你要看這本論文啊 你要叫指導教授寫個推薦信 說明你為什麼要看這本論文 全世界有一本論文 放在大學的圖書館 而這個學校的學生要去查的時候 需要教授的推薦信 說明閱讀此論文的理由 你有聽過這麼荒唐的事嗎 舉辦荒唐的事 全部在蔡同學身上發聲 不過就是問他一個口試委員的名單 寫了9頁不知所云 最後還是沒給你 不過就是問一個問題 yes or no A or B 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寫了12頁的答辯 還是沒給你 我們的另外一個呢 C先生到底問了什麼東西 我在這一兩天之內我會得到答案 但是目前還不知道 知道的時候跟大家報告 反正結論就是 英國的ICO吃了襯托鐵了心 他決定要跟英國倫敦大學 跟蔡同學站在一條線上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他有太多東西 他是沒法捏造的 光是論文這件事情 他過不了關 那現在大家都要嘗試著 蔡同學跟犯罪集團 跟英國倫敦大學大家要掰個故事 被狗吃掉啦 諸如此類的 我說過被狗吃掉 也要有一個殘骸嘛 對不對 那狗的這個肚子 應該有一點未消化的東西 好 林環章教授呢 就來公佈一下 他最近的一個新發現 他說這本黑皮書是博士論文嗎 當然不是 他說2019年的8月6號 7號8號三天 他在倫敦政經學LSE的圖書館的 特殊許可閱覽室 花了很多時間 查閱蔡英文那本號稱 LSE的法學博士論文的黑皮書 他也同時在瀏覽的一些 跟圖書館員調閱同年 1984年的LSE的博士論文 然後當時呢 他在被監控的情況下進行查閱 他郵寄的第二天 就是8月7號 還特別派了一位男士 在同一個越南市近距離監控 就坐在他旁邊一個釘一個 他說這個越南市的服務人員都是女士 而且非常親切 第二天突然冒出了一個 褐色皮膚的 大概可能是中東人吧 或者印度人 在英國蠻多印度人或者是中東的人 專門一個人 專盯著林環牆 林環牆說很不開心 對不對 這奇怪 我播這本書還派一個人來盯我 這個黛玉跟劉仲義博士 去LSE的Women's Libraries的情況一樣 他跑出來一位男士講中文的 來跟劉博士套交情 講台語 大家來麻吉一下 看看問東問西 開什麼玩笑 我不過就是要借一本論文 全世界的論文 就像我去借Jose Monila 這個蔡同學的同學的 圖書館員很親切 跟我講說你稍等一下 然後到其他到樓下去拿了一本論文來給我 他們的論文的確不是開架式的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拿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要釣是很困難的 所以什麼被狗吃掉了 裝潢遺失了 你給我騙騙的 就算你輸遺失了 你也要有資料 你的MetaData 你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這中間有沒有人借閱 他的歷史紀錄 所以這些東西到法庭上 他是掰不出來的 我告訴各位 現在 倫敦大學頭上摸著燙 你講了這麼多謊話以後 你要怎麼圓 對不對 就像蔡同學一樣 一旦到了法庭公開審判 你要怎麼圓嗎 好我們再接下來看看 他說 第三天 他臨時造訪 想去突襲一下 終於擺開了那個 揭示他的人 也讓他順利能夠取得 這本黑皮書的封面照片 隔了一個多月之後 徐永泰博士 牛津大學的博士 他也親自的去 越南這個 This is a book 是在世界日報寫下的連載的 上中下 我讀 蔡英文論文有感 這個ABC 上中下 那麼 他說圖書館還特別提醒他說 除非有蔡英文女士的允許 否則不得影印任何內容 也不得公開傳述 對外去轉述任何內容 誰理你啊 一本論文不能轉述內容 不能夠影印 當然影印要用他的機器 所以你沒辦法 我看完這本論文 到外面去別人問我 我不能轉述 管他也未免太寬了 後來呢 記者詢問蔡同學 他公然說謊 對不對 他說我不知道 不會是吧 大家還記得嗎 為了不要影響大家心情 在睡前 所以我們不要再放那個影片 那林環香教授講了一個很有趣的重點 他說這本黑皮書 目前還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的LSE圖書館 Women's Library 它的代號是F10034 很奇怪 我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是 我們在宇宙政經學院的憲民去問過 他說It's no longer available 這個答案給我的答案呢 我不確定 是這本 This is a book 已經不在這裡了呢 我原本以為這本書已經不在這裡了 是不在這裡呢 還是不再借了 都是 This book is no longer available 不在這裡跟不再借給你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改天再找人去追問一下 到底是在還是不在 我得到的情資是被下架了 已經不能借了 有沒有還在管理 這我就是不知道 我講的是實體的這本書 那這本書的代號叫做F10034 這個就怪了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F呢 是不是是不是借機罵他一下 各位還記得嗎 記得那個Jose Molina 他的論文是幾號 我印象中他的論文是657吧 我找一下看看啊 我印象中對我印象中他的論文有一個編號 但是不是F開頭的啊 所以顯然他跟他的同學是不一樣的 他說這本書現在已經不能借閱 2019年的10月 LSE圖書館呢 把這本書的電子檔送上檔案了 那這本電子檔也是蔡同學 在國圖送上去的那個 他大辣辣的冒充1984年3月14號 獲得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 而且可以供下載 現在問題是這個數位檔的論文下載之後 就讓大家看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可是有一點啊 各位點進去看到這本論文 他上面還是寫著 2019年 然後各位看啊 Unfair Trade 他上面寫個Book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英文菜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sis PhD 2019 你有沒有覺得可以有跪趴著 為什麼 LSE的Library的Search 死都不可能改為1983 或者1984 這中間有他的蹊蹺 好 寫了Thesis PhD 2019 那請問你2019的畢業證的博士學位 2019的博士論文 要如何讓1984年的人可以畢業呢 所以法庭上你要怎麼解釋 施呼嚨趕快去把它改一改吧 電子檔把它改一改 不要再丟人現眼了 你點進去看2019 你改也沒有關係 同學會緊張 不要碰到碰臂 不要跟他講 你怕什麼 早就截圖下來了 對不對 好 那這些東西講得很清楚了吧 所以林環祥教授說 他說 北檢檢察官黃偉不起訴的理由 還選擇性單獨起訴彭文正教授 他說為此 我特別把2019年9月20號 蔡女士的那一本黑皮論文的書目 跟1984年跟LSE法學博士 Jose Molina的論文書目做了對照分析 再重貼如下 他再貼了一遍 這裡面有個連結 再次提醒檢察官 黃偉不要傻傻的被 蔡女士那本黑皮書給蒙蔽了 我想黃偉當然不是傻傻的 對不對 他這個是大智若瑜 這樣可以升官 接下來 他說 蔡女士的黑皮書 是當年LSE的法學博士論文嗎 答案當然不是 他說國圖的館長曾淑賢說是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章也說是 更胡扯的是 蔡英文女士的1984年升等的 這個論文之一 客座教授升等文副教授的升等論文之一 竟然是這一本黑皮書 那你不是多拉A夢嗎 你不是穿越時空嗎 他說 根據我們的調查 這本黑皮書根本不是一個通過博士口試的博士論文 簡單的說 這本論文是沒有經過考核的論文 這個我們也有證據 再來 如果我們將最新掌握的英國校方正式文件摊開 這本黑皮書的騙局 會讓國圖館長曾淑賢跟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章 成為協助蔡女士詐騙博士學歷的共犯 曾淑賢 朱俊章兩位最好趕快轉為污點證人 不然會來不及 這是本人的提醒跟中顧 林環牆教授說的東西 我懂 就是這一本黑皮書 英國倫敦大學並沒有想要背書 ICO也並沒有想要背書 因為一旦背書這個臉就丟大了 你知道英國倫敦大學它可以停損 它可以遮掩 但是它知道在什麼地方得停損 他們最後做成一個破天荒的 或者是一個重要的決議 獨家的決議 就是他們不認這本論文 這樣的文字呢 我們在法庭的文件當中看到了 就是英國倫敦大學不認這一本論文 不認這本論文 因為它一認下去它就完了 它的百年校域就垮了 所以它現在在切割 它說黑皮書這本書啊 不是我們學校的 認可的 那好啦 英國的官方文件這麼說 等我們拿到在告曾淑賢 跟朱駿章潘文中的庭上的時候 我們就拿這個來跟你對決 我看你要怎麼樣來解釋 這本論文是當年的 Personal copy Original copy 我看你要怎麼去圓這個話 好 今天我們要再回到 277頁就是這本黑皮書 就是這本笑死人的黑皮書 上面第三行 右邊第五個字 這裡有個怪字叫做 Explanatory 其實它錯這個字喔 錯的還情有可原 Explanatory 就是解釋性的 你知道我們在講 Explain這個動詞的時候 是E-X-P-L-A-I-N 叫Explain對不對 可是當它變成形容詞 Explanatory的時候 很特別喔 它中間這個I會不見 所以是E-X-P-L-A-N-A-T-O-R-Y 叫做Explanatory Explanatory 是解釋性的 因為Explain的時候 是E-X-P-L-A-I-N 正常情況下 應該在N的後面再去加 但是Explanatory很有趣 它把I拿掉了 所以是E-X-P-L-A-N-A-T-O-R-Y Explanatory 來每日一詞 結果蔡同學呢 糊里糊塗的把Explained I 給保留進去了 所以沒這個字 來什麼是Explanatory呢 它是Giving an explanation about something Giving an explanation about something We call it explanatory 來我們來看看造句 There are explanatory notes with the diagram There are explanatory notes with the diagram 這個是一個代表 圖表附帶的一個注釋 在那裡有個圖表附帶的注釋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話語 今天我們來看看 雅各書一章十二節 耶穌告訴我們說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了 因為他經過試煉之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的人的 那些身為基督徒的人 那些身為基督徒的人 耶穌說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就是我們接受各種各樣的熬煉 接受各種各樣的打擊 誘惑這些試探 忍受這些試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經過試驗之後 必得生命的冠冕 這是主 這是上帝 應許給那些愛主的人所說的 彼此勉勵 當我們在很大的試驗當中 要堅持 要有信心 要持守到底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 明天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